TBA红葡萄酒是非常罕见,非常特殊,非常独特的 虽然是用红葡萄酿造的,但反射出琥珀丝的玫瑰红色 许多人会惊讶于所有的红葡萄是白色的葡萄汁 但事实如此,让红葡萄酒呈红色是需要特殊工序的 然而这款酒的不同之处在于,它内似葡萄干的萎缩葡萄 在葡萄园成熟的过程中就已经逐渐褪色 所以对于甜酒来说,玫瑰红色已经是很棒的了 野生蜂蜜和玫瑰的清香,以及香草和烟草的强烈香气 口感很棒,有樱桃,黑醋粒,焦糖的味道 以及淡淡的红葡萄的典型丹宁韵味 让酸甜度得到平衡,各种香味的结合十分完美 这款酒也常被用来搭配雪茄 而这款酒店是用来搭配雪茄的 这款酒店是用来搭配雪茄的